接下来我们讲膀胱损伤 病因 病因事实上跟上面讲的都差不多 因为膀胱相对它的位置没那么深 但是要伤到它也确实不容易 所以它包括一些开放性的损伤 这些子弹或者是锐气 这些造成它的损伤 第二个是闭合性的损伤 在膀胱充盈的时候 外力的打击会造成膀胱的破裂 或者是在骨盆骨折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膀胱 它在空虚的时候 它是在刺骨联合一下的水平 不容易伤到它 当它充盈的时候它就鼓起来 同时骨盆骨折的时候 这些骨刺碎片 这个骨折端就很容易刺到这个膀胱 造成损伤 第三个就是这个预言性的损伤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比如说膀胱镜 数量管镜 它的机械检查或者治疗 造成这个膀胱的损伤 还有呢就是盆腔的手术 可能也会伤到膀胱 病理分类 错伤同样的 你看我们刚才也是一样 数量管和肾都有讲到错伤的问题 它只是一部分的捏膜或者是基层受损 膀胱壁没有完全穿裂 穿破破裂 是吧 它还是能装 能容纳这个尿液 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得到 这个 它这些地方挫伤了 它这个尿 没有往外流 只是说有一些 这个挫伤造成的一些出血 它的膀胱没有完全穿透破裂 如果是破裂了怎么办 又分一个抚膜外形 抚膜内形两种 抚膜外形就是说 这个破裂口跟抚膜是没关系的 是吧 我们看到这个红色的代表 尿或者血尿 这个破口在这里破掉了 这个血尿往外流 但是呢 这个抚腔它流不进去 因为破口是在抚膜外的这个膀胱壁 这个破裂的 所以它流不到这个抚腔去 那如果是破口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那这个膀胱跟抚膜交界的这个位置 这个膀胱破裂了 这个血尿它就会流到腹腔里面去了 对吧 所以这个呢就叫抚膜内形 膀胀壁的破裂 伴随着抚膜的损伤 自发性的膀胱破裂 我们刚才这个讲到 肾脏也有一个自发性破裂 是不是啊 我们这个膀胱也提到一个自发性破裂 往往跟肾脏一样 都是可能原来有这个病变 比如说它原来有膀胱结核 由于过度膨胀 它坐长途汽车 找不到厕所 是吧 憋尿 或者说 我们给它做检查的时候 不注意这个问题 不断地往里面灌水 结果呢 膀胱它就破掉了 那这个图呢 实际上是给大家理解 为什么膀胱一定在充盈的时候 容易受到损伤破裂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 这两个黄色的东西理解为膀胱 也可以把它理解为 这个两个装吹了气的气球 是吧 当这个气球吹大的时候 冲气冲得很足的时候 我们可能同样的外力 这个就会先破裂 是不是啊 所以膀胱一样 它在受伤的时候 往往是在充盈的时候 而且是比较充盈的时候 就特容易受伤 膀胱的病毒 膀胱的病毒 会出现什么问题 第一个就是休克 这个是一样的 由于呢 在膀胱的损伤的时候 往往呢 很多情况下 它是因为骨盆骨折引起的 所以呢 骨盆骨折之后 带来的剧痛十分厉害 出血也很厉害 所以呢 它会带来休克 同时呢 会有一些尿液的血尿的外肾 造成这个抚膜炎 比如说 这个像我们下面讲的腹痛 如果它是抚膜外形的 是怎么样 这些血尿 这些尿液 没有进到腹腔去 是不是啊 所以呢 它的疼痛应该说 主要局限在下腹部 如果是抚膜内形的话呢 尿液 顺着破裂口 流到腹腔去 到处流 它就会出现什么 全腹痛 而且呢 有可能有移动性周应 这些 第三个就是血尿 排尿困难了 那 有破口 有血尿 这个容易理解 排尿困难呢 就是说 它好像想拉尿 但是又拉不出尿液来 为啥呢 这尿都流到外边去了 流到膀胱外壁去了 你用力 这尿液都流到外边去了 是不是啊 所以呢 它拉不出来 第四个呢 就是一个尿漏的问题了 有漏口了 如果是一个外伤的话 它可能尿液直接就从体表流出来了 诊断 病史加体征 这个就不用细说太多了 这个大家理解 问问他 你是怎么样受伤的 你受伤之前有没有上过厕所 是吧 这个如果是摔倒 是什么地方碰到 碰到身体什么地方碰到这个硬物 如果是被人用脚踢的 踢到什么地方 用拳头打的 打到什么位置 是吧 这些都要易一点了解 如果是外伤的话呢 这个挤压伤啊 或者是其他伤呢 看看拍张片 骨盆有没有骨折 看看这些问题 同时呢 我们可以给他做一个体格检查 问病人你多久没小便了 哦 我有四个小时没小便了 看一下 膀胱区是不鼓起来的 是不是啊 下腹部膀胱区不鼓起来 扣疹它是鼓音不是时音的 是吧 说明这个膀胱是空虚的 啊 那么多长时间 为什么病人膀胱里面一点尿液都没有 是吧 那可能是出现膀胱破裂了 好 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导尿试验 怎么试验呢 给病人插个尿管 你可能引出少量的血量 或者是没有尿液引出 好 我们往里面打200毫升的生理盐水 然后再回抽 看看我们能抽出多少生理盐水 如果是回抽量差别很大 那膀胱可能就破掉了 你打进去那200毫升的生理盐水 它已经流到膀胱外面去了 你抽不出来了 是不是啊 这个时候呢 这个导尿试验是阳性 那什么时候会有假阳性呢 什么叫假阳性 膀胱没有破 是吧 但是我抽不出来 抽不出来这个200毫升生理盐水 或者抽了一点就没了 为什么呢 可能尿管呢 往里插得太深了 它那头就已经顶住了膀胱 膀胱粘膜了 是吧 你这个尿管插进去 顶住膀胱粘膜了 这个洞洞吸住了 那当然抽不出来了 是吧 或者是什么呢 里面有一些血块 血块包住的这个口 你在外边抽 抽不出来 是吧 这是本来没有破 结果你做出来 这个回抽量是有差异的 结果就是一个假阳性 是吧 什么是什么会有假阴性呢 是说破口很小 或者说呢 这个破口呢 被这个大网膜堵住了 堵住了 你打进去抽出来 还可以哦 我抽出180毫升来 差别不算太大 只差20毫升 那可能有时候 比如说被一些小破口啊 被血块啊 或者大网膜堵住了 它是有穿孔的 所以呢 有这种情况存在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你为了避免这种假阴性造成的损失 你干脆就给它放个尿管 稳妥一点 对吧 哪怕它有挫伤 没有穿孔 或者小的穿孔 你都可以治愈它 这是治疗的问题了啊 继续讲这个诊断啊 辅助检查 AXM检查 这是比较重要的啊 一个检查手段 首先呢 骨盆平片的检查呢 可以排除有没有骨盆骨折 第二个呢 可以做膀胱噪影 这是最直观 最有意义的一个检查 那我们从导尿管打噪影剂 然后给病人证抽味片 看看这个噪影剂 有没有从膀胱的影子往外露 如果有 那就是破裂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检查 对吧 必要时呢 你打完之后再抽出 把噪影剂全部抽出来 再拍一张片 因为有些小的破口的时候 或者说有些位置 比如说它膀胱是一个球形的 是吧 你这样拍片 如果它破口在这里 照影剂在这里露出来 可能你就看不到了 是不是啊 好 我就把 我拍完片 我就把这个膀胱里面的照影剂 全部抽光它 而如果是外边还有 你就说明它往外剩了一点照影剂 是不是啊 治疗 治疗的原则呢 就是一个呢 充分的引流膀胱的尿液 让膀胱空虚 不管怎么样 挫伤也好 小破裂也好 大破裂也好 你先放条尿管 肯定是没有错 是吧 一个可以让膀胱空虚 让它这些小的破口 挫伤 让它长好 第二个的话 哪怕它长不好 你也让继续流出来的尿液引流到体外 不让它在体内继续残流 然后在膀胱外边的一些尿外剩的位置 怎么办呢 要给它做做引流 比如说 抚伤外的一些地方 它尿液流到外边去 引不出来 它残存在那个地方会造成感染 你就放条引流管 给它引流出来 如果膀胱的破口太厉害 我们要闭合它 闭合这个膀胱壁的破损 那具体来说 就是一个紧急的处理 抗修科对症处理 第二个就是保守治疗 适合比较小的膀胱挫伤 适合膀胱挫裂伤 膀胱的小破裂 还有就是尿外剩比较少 症状比较轻的病人 放下尿管 让膀胱好好涨一涨 停留尿管7到10天 保持尿管通畅 第二个就是使用抗生素预防感染 手术治疗 什么时候需要手术治疗 膀胱破裂出血 尿外剩比较严重的 病情比较重的病人 破口比较大 膀胱可能不止一个破口 可能破得比较厉害 或者说有出血 很厉害的 自己止不住的 具体做什么 修补膀胱的破口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必要时做尺骨上的膀胱灶漏 第三个就是引流膀胱周围的 外生尿液 这是膀胱损伤 接下来就是我们继续讲尿道损伤了 这个尿道主要是讲男性的尿道 女性的尿道很少会受到损伤的 所以我们这里重点讲的是男性的尿道损伤 那我们很容易理解 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器官 最外露的就是男性尿道 是不是 所以呢 为什么男性尿道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受损的这个器官 对吧 分类 一个是开放性 闭合性 这个大家都能理解了 开放性 那就是说从外边打过来 有外边的伤口 有皮肤伤口的 闭合性的话就是没有的 没有外边伤口的 它这个暴力呢 可以来自尿道内 也可以来自尿道外 而且呢 它这个闭合性损伤是最常见的 什么叫尿道外呢 比如说 它从外边创击了这个尿 男性尿道 什么叫尿道内呢 比如说我做内窥镜检查 做尿道镜 做膀胱镜检查 是吧 不小心把它损伤了 或者说擦尿管的时候 给它损伤了 是吧 就是来自尿道腔内的这些暴力 那分类里边 也可以把它分成前尿道 或者后尿道的损伤 刚才是开放性 闭合性 是吧 这里讲的是前尿道 后尿道 从位置来说 来分类 那我们再复习一下解剖 什么叫前尿道 前尿道包括球部 尿道球部 和尿道阴近部 我们在这里看的话呢 就是说外边有些蓝 轻微蓝色的这一段 就是前尿道了 是吧 其中呢 这一块 比较 这一块比较古的 比较大的地方呢 这一个就是球部尿道 前面就是阴近部 尿道的阴近部 后尿道呢 就包括什么 这是前内线 包括前内线部 还有这一个很短的膜部 尿道膜部 前后尿道 它不一样 并发症 受伤了 它会出现什么并发症 尿道狭窄 或者尿漏 是吧 应该说 这个可以理解了 它是一个尿液的通道 是吧 它以后有问题 要么就窄 要么就太窄 要么就漏掉了 往外漏了 尿液 是吧 在后尿道来说 更容易出现 这个狭窄和尿漏 前尿道的损伤 我们分开 前尿道和后尿道来讲 前尿道损伤 这种前尿道的损伤呢 事实上 多数是发生在 这个尿道的球部 一般来说 尿道的阴近部 由于它是比较游离的 比较游走的 它不是固定在一个位置 是吧 比如说你拿个拳头去打这个阴近 估计你打不伤它 因为它是甩来甩去的 是不是啊 它不是固定给你打的 是吧 所以事实上阴近部 还是不容易受伤的 容易受伤的还是前尿道来说是一个球部 什么情况下呢 叫奇夸商 奇夸商 大家理解这个事吗 奇夸商 那就是说 比如说一个建筑工人 他在这个建筑这个脚手架上面 不小心滑倒了 滑倒了两个脚 一起去夸在这个硬的铁管上面 这个时候 会阴部这个位置就是主要的着力点 是不是啊 这个情况下会造成什么样呢 这是一个外力 这个外力呢 就把球部尿道压向持股联合 就形成了一个挤压商 就把这个球部的尿道给损伤了 所以这个事叫奇夸商 大家记住这个奇夸商 也很容易理解 是吧 奇夸奇夸 还有一些呢 很多的小孩子玩啊 不小心怎么滑倒啊 卡到啊 或者骑单车 有的人骑单车 遇到这个大石头不小心 蹦的一下 蹬一下 那个单车的座椅又很硬啊 就会造成损伤 受伤之后出现什么病理 挫伤 裂伤 还有尿道的完全断裂 挫伤就是一个水肿出血 一般的说可以治愈 没有狭窄的问题 也没有尿外肾 裂伤 尿道的完整性还存在 连续性还在 只是呢 有破口 有一些少量的尿外肾 尿道周围呢 会有血肿 严重的裂伤 可能会有尿道狭窄 不同程度的尿道狭窄 第三个就是完全断掉了 断掉了两个尿道 离开了 是吧 然后呢 尿外肾和血肿更严重 是吧 以后肯定会出现狭窄 是吧 它都离分开了 没有连续性了 它肯定以后就不通了 是吧 尿外肾的范围 这个也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因为通过这个尿外肾的范围 我们可以推断到 这个病人受伤的位置 大概是什么地方 如果球部尿道的损伤 这个血和尿呢 就会外肾到会阴浅带里面去 如果是阴近部损伤的话 也有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阴近筋膜是完整的 这种外肾 它可能会局限在阴近里面 就是阴近肿胀起来 如果阴近的肌膜破裂了 它怎么样呢 它这种尿外肾肿胀的范围 就跟球部损伤是一样的 那我们下一章就看看 会阴前代是什么范围 是什么一个位置 我们看到了 这个黄色有阴影的 就是尿外肾的一个范围 刚才我们讲了 假如它是在球部损伤的话 这个球部损伤的话 那这片会阴浅筋膜 都有尿液渗出来 那在体征来伤 在体征来看 病人就是阴近肿胀 阴囊肿胀 下腹部 尸骨前 这里也会肿胀 尿外肾引起的 如果它是阴近损伤 如果是阴近筋膜 这一层 这一层是没有破的话 它可能只局限在 这一节是尿外肾 只局限在这一节 所以它表现就是一个 阴近的肿胀为主 假如这个膜也破了 那尿液可以从这里出来 它一样的 整个会阴的浅筋膜 都有尿外肾和血外肾 这一点大家记住 临床表现 尿道受伤之后 最典型的一个体征 就是尿道口滴血 最典型 它不一定有血尿 因为它有时候 尿道已经断掉了 它根本拉不出尿来 它不一定有血尿 有时候 如果尿道的连续性还在的话 它能拉尿 但是由于出血的位置 只是在尿道那一个点里边 所以它的血尿的特征 就是出尺血尿 就刚开始排那一下 是有血的 因为后边膀胱是轻的 膀胱里边的尿是轻的 有可能 那排出来的时候 它前面那一下是红的 后边那一下慢慢就淡 或者是轻了 所以它最典型的 所谓血尿就是滴血 它尿道口是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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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滴血出来的 第二个就是疼痛 尿道受伤 当然疼痛了 第三个就是排尿困难 这种困难呢 一个是可能是疼痛引起的 一个是可能是完全断裂了 断掉了这个尿道 所以它就已经形成尿主流 第四个就是局部血肿 受伤了 阴剂这个地方有海绵体 它出血可能会很厉害 有血肿 第五个就是尿外神的感染 诊断 同样的病史和体征很重要 刚才我已经在前面讲了 是吧 病人是怎么受伤的 要问清楚 要看清楚 你看看它齐夸伤 这个齐夸的位置 有没有 是不是真的就是那个位置 问清楚病人是哪个位置着力 是吧 然后受伤之后 有没有拉过尿 拉尿的情况是怎么样 尿道有没有滴血 等等等等 这些都要问清楚它 然后呢 可以给它尝试给它做个倒尿 尝试给它做个倒尿 为什么这么谨慎 肾瘦尝试呢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膀胱损伤 是吧 都没有说强调 要很谨慎的给它倒尿 因为呢 你现在尿道是断了 或者是破了 是吧 那你如果是它没有断掉 只是一个破口 你擦尿管硬擦的话 就会造成这个损伤的位置 会进一步的加重 是不是啊 那在严格的无菌下 如果是能顺利的 把尿管插入膀胱的话 说明尿道的连续性是存在的 那把尿管停留 一个星期七到十天 那就应该说这个尿道可以修复 假如不能插入膀胱呢 就不要反复去插了 不行就算 不然的话 你会进一步加重这个尿道的损伤 加重它的尿外身的血肿 以后的后遗症就更麻烦 更重 第三个呢 就是说给它做个噪音 看看这个尿道的情况如何 治疗 也是紧急处理 抗修科 还有呢 会应部给它轻轻的压住 压住它 不让它这个血肿进一步的发展 止血 第二个 如果是挫伤或者轻度的裂伤 就给它预防抗染 然后停留尿管一个星期 如果比较严重的要到裂伤的话呢 能放尿管就 那也可以 给它放尿管 放七到十天 然后呢 如果是插尿管失败的话呢 就要经会阴部进行修补手术 经会阴部 进行修补手术 手术后要把尿管停留一段时间 如果是尿道完全断掉了 那就要马上 在病人情况允许的情况下 就给它做一个会应部的 经会应部的一个尿道修补 或者端端吻合手术 第五个就是它的并发症 怎么样去处理 尿外肾 就给它做引流 然后呢 在尺骨上 做个膀胱照漏 是吧 你下边拉不了尿吧 我在膀胱那里打个洞 把尿从这里引出来 让尿液不要从下边走 这样的话 下边就会减少感染的情况 让尿液从这里出来 既解决了排尿困难 又避免了进一步的感染的加重 如果有尿道狭窄的病人呢 你拔了尿管 有的病人 你放尿管放得进去 过一段时间拔了之后 它可能又 尿道又狭窄起来了 那你可以定期的进行 尿道扩张所治疗 就像我这个尿道扩张条一样 我们有不同的 这个型号的尿道扩张条 你可以通过这个 按照这个狭窄的大小 给它扩到尿道去 扩完 又换一个大一点的 又给它扩 是吧 一直扩到以满意为止 定期的给它扩 这样的话 过一段时间 它这个狭窄 它就定型了 它就不会再狭窄了 如果是这个狭窄太厉害 或者就是根本是闭合了 那你可能就要 给它做一个吻合了 刚才讲的是前尿道损伤 这里讲讲后尿道损伤 后尿道就更隐蔽了 它损伤起来 要么就不损伤 损伤起来就很难搞 病因和发病机理 一般情况下都是骨盆骨折引起的 后尿道损伤 后尿道的损伤 一般都是骨盆骨折造成的 怎么了 骨盆骨折之后 尿生殖隔移位 形成一个简粒 通过尿生殖隔的尿道磨布 撕裂了 尿道磨布 刚才我讲的尿道磨布 磨布很短 很短 然后在前列腺肩部的地方 尿道就撕断了 这个我们先记住它 等一下 我们下面有个图的 首先记住几样 一个是尿生之隔移位 一个是剪刀样的一个力量 一个是磨布尿道的撕裂 前列腺肩部的撕裂 这几个 好 病理 它 一个是由于外伤 使到尺骨前列腺韧带撕裂 撕裂之后 前列腺就向后向上移位 它没有了一个固定它的韧带了 然后呢 盆腔会出现大出血 周围有血肿 然后呢 尿道断了之后 尿外肾 肾到尺骨后间隙和膀胱周围 如果尿生之隔也撕裂了 那就会怎么样呢 这种出血就会往 会阴和阴囊这个地方发展 这种尿外肾的血肿 就会像刚才讲的 球部损伤一样 外阴和阴静都会有尿外肾 有肿胀 那我们这里呢 有一个图 我们刚才讲的是 就是当它骨盆骨折之后 这个 这个 尿生之隔 它会撕裂 是吧 然后前列腺 此骨前列腺韧带 断掉 断掉 这一块 断掉 前列腺肩和膜部的尿道撕裂 前列腺往后往上移动 本来呢这个连续性应该是这样的 是吧 这里这一点跟这一点应该连在一起的 现在一受伤 当这个韧带断掉之后 它这个前列腺就往后往上移位 尿就外肾到这个地方周围了 是吧 假如这个尿生之隔 同样也破裂了 这个尿外肾怎么样 尿外肾就会走到这个阴囊 阴静里去 就像刚才那个球部尿道损伤一样 是吧 走到会阴的浅积膜去了 临床表现 休克 损伤 出血 疼痛 局限是下腹部 排尿困难 尿道断了 当然不能排尿了 出现尿主流 是吧 膀胱鼓起来 拉不出巧辨 第四个就是尿道出血 尿道滴血 很少 因为呢 跨越肌还是好的 所以你这个滴血呢 它不是很明显 尿外肾 患者呢 可能会勉强排尿 一排尿 膀胱一憋 这个尿就流到什么呀 流到膀胱前列腺周围 甚至是发展到会阴部 阴囊 是吧 会出现这种情况 诊断呢 一般呢 病史呢 你看 比较常见的一个 受伤的病史 就是一个骨盘骨折 体征 尿主流 尿主流的体征是什么 膀胱鼓起来了 膀胱去 饱满 扣诊是着阴 对吧 直肠直肩呢 可以摸到什么 直肠前方呢 有些柔软的血肿 前列腺肩是浮动的 它不固定的 在上面 很浮动的 好不容易才摸到它 摸到它还动来动去的 它是不固定 因为它的韧带已经断掉了 绑住它的绳子松掉了 所以它就跑来跑去 那我们这个是一个直肠直检的四翼图 那这个是尿道 尿道 好 尿道在膜部这个地方断掉了 是吧 那前列腺怎么样 就向上向后分离 尿和血就外伸到这个地方 本来呢 这个持股前列腺韧带在这个地方 结果断掉了 本来它把它绑在这个地方 它就很固定 把它拉进把它绑住这里 这两个尿道断断是靠在一起 是吧 现在这里断了 它就 你手指摸进去呢 它就变成很浮动 是吧 再加上周围有些尿外伸的血 出血 它就会浮动 是吧 X线检查 骨盆平片的检查 你可以发现骨盆骨折 尿道噪影 可以看到照影机的外肾 我们这里呢 有几张这个 这个尿道病变 尿道损伤的几张照片 我们可以 这第一张A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尿道在这里还是比较粗的 但是在这里呢 是有狭窄的 是不是 但是尿道的完整性还存在 这种呢 就属于尿道狭窄 是吧 它能通过 照影机能打进去 也能排出来 但是在这个B这个地方呢 它就怎么样呢 我们在这里打照影机进去 打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就 虽然照影机能进到膀胱去 但是它这种连续性 已经不完整了 是吧 我们看起来像怎么这里有一个分叉 我们叫这个叫甲道 就是说可能因为狭窄之后呢 就用这个尿道扩张器去扩张尿道 它这个是盲目的 不是直视下扩的 这样扩下去的话 就扩了一个甲道出来 扩了一个甲道出来 所以呢 它这个也是 尿道也是有病变的 C这个地方就更厉害了 C和D都一样 是吧 你从前面 前尿道 这个打扩影机进去 扩影机根本就不在尿道里面 是不是 都外胜到外边去了 都外胜到外边去了 你尿道在后尿道这一节 根本你就看不到哪个是后尿道 是不是 膀胀里边也没有噪影剂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已经是尿外胜了 尿道损伤的治疗 那个后尿道损伤的治疗 一个呢就是说要抗修课 如果是有尿储流确实很厉害 就做一个尺骨上的膀胱穿刺灶漏 或者说把针穿进去把尿液先抽一部分出来先都可以 第二个呢早期手术处理 或者说一些病发症的处理 早期怎么处理呢 如果病情比较重的技术有限 就做一个尺骨上的膀胱造漏 把尿液先引出来 三个星期后再做造影 看看有没有狭窄 有没有尿道狭窄 没有尿道狭窄就拔出这个造漏管 如果有狭窄 那三个月后再做一个 厚尿道的狭窄端的一个吻合 如果病情比较轻 这个具备技术条件的 就做这个尿道会失抚慰术 然后停留三到四周的这个尿管 如果拔尿管之后还是不通畅 那三个月后再做端端吻合 这个是一个后尿道这个会失抚慰术 我们我特意把这个带过来 因为光看这个图的话 可能大家不一定看得清晰 首先我先解说一下 这个我们这个是阴镜 这是阴镜 这是阴囊 这是膀胱 我们在这里膀胱开一个口 开一个口之后呢 拿一个尿道探子 这个尿道探子 从膀胱这个切口伸进去 这个是前内线 后尿道这个位置 伸进去之后呢 到了这个段端的位置了 可能你就不知道方向了 然后这边怎么样呢 这边呢就 也插一个进去 那我们如果是 前面还有一个步骤 前面 这个位置应该是 用这个尿道探条进去 这个用一个尿道探条进去 然后呢 这边呢 我们就用一个手指摸着它 这里进去之后 因为你从尿道外口进去的话 应该说没问题 是吧 进到这个地方 进到这个地方的话 这边的话 把膀胱打开 用手指摸进去 摸到这个位置来 摸到这个位置来呢 这个尿道探条往里 这个手指往这边 摸到这个探条了 就把这个探条 用手指引导它 引到膀胱来 引到膀胱来 那就已经是跨越了 这个段端的位置了 是不是 好 跨越之后怎么办呢 跨越之后 然后把这个尿管 套到这里来 就是现在这个图的位置了 这个模样 把它套到这里来 然后呢 就把这个探子 往这边移动 就是这个图 你看到没有 我们看到没有 就像这样套在这里 是吧 好 往外移 好 移完之后 移到这里 我往外移 移完之后 我这个尿管就怎么样 把尿道的两个段端 把它连在一起了 是不是 懂了没有 没问题吧 你 我们是这样 把它这样 这个样子 段端在这里 我们把它 移过来 移到 这个地方 再尿到外口 可以看得到了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拿掉它了 然后呢 这条尿管呢 就把 这个 在膀胱 和尿道外口 连在一起 就把这两个段端 用这个尿管 把它连接在一起了 是不是 联系在一起了 是不是 好 联系在一起之后呢 由于这个前列线 它是往上往后移动 所以呢 虽然 这两个尿道 它是在 这个尿管 上面 但是它这个 段端 还是分开的 是不是啊 还没有接起来 因为你前列线是 移开的嘛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看到 我们这里有两个箭头 我们呢 就会怎么样呢 在前列线里 缝两个针 从这个慧音部 穿出来 这里挂一些重物 把这个 前列线 往下坠 往下扯 往下扯的话呢 就把这个 两个段端 把它 把它 靠拢 这样的话 依靠这个尿管 作为一个支撑 然后通过重力的作用 把两个段端 把它拉拢 之后 让尿 两个段端的尿道 可能长在一起 这叫 会失 抚慰素 当然 这样的手术呢 是不是很可靠呢 不一定 它需要一定的技术 在里面 是吧 那如果确实技术 不是很可靠的话 那你就怎么 就先做一个照漏 你在这里 就做一个照漏 这个是尿管 这里打个洞 让尿液 从这里流出来 这里就算了 等三个月之后 你在 经慧音部 开个口 把这两个尿道 断断把它接起来 就算了 因为你做这个 这一个过程呢 一个是不容易做 不容易做得到 第二个的话 你靠这样拉的话 你都不知道 它这个重力 够不够力量 把这个两个尿道的 断断把它拉 靠在一起 是不是啊 还是不是很可靠 并发症的处理 这个 尿道狭窄 这是最常见 也是最头痛 尿道的损伤 最头痛的 就是尿道狭窄 如果是轻的话 我们用这个 用这个尿道扩张器 定期 一个星期 给病人扩一次 如果重的话 就要经过尿道 把疤痕切开 或者把疤痕切除 如果是避锁了 整个尿道避起来了 那怎么办呢 你只能是三个月后 把这个避锁断切掉 把好的两个尿道断断 给它做断断吻合 如果是合并有 这个直肠损伤的话 出现尿道直肠漏的话 那要 可能要采取一些 其他的方法 比如说 要么就早期修补它 要么就做一个 结肠的躁落 然后再把尿道的破口 给它修补好 这是我给大家总结的一个 尿道求补 与后尿道损伤 就是前尿道 与后尿道损伤的 一个鉴别要点 第一个 就是受伤方式 它不太一样 是吧 一个是以其夸伤常见 一个是以骨粉骨折常见 第二个 尿外深的区域 主要是在 汇阴浅筋膜 下腐壁这个地方 但是后尿道 主要是在前尿线 和膀胱周围 倒尿的时候 一般到球部 就会受阻 但是在后尿道的病人 它尿管可以插深一点 但是插到后边 它就插不进去了 直肠直肩 这个前尿线是正常的 对吧 因为前尿线 持股前尿线韧带没有断 前尿线还是能固定的 对吧 但是后尿道的话 你可以摸到前尿线肩部是浮动的 活动度很大的 第五个手术时机 这个早期手术呢 就是以尿道吻合为主 这个后尿道损伤的多数呢 只能行这个尿道照漏 膀胱照漏 或者说行尿道会视服位数 并发症的处理 尿道的狭窄呢 相对来说容易处理一点 尿道狭窄不会太严重 因为尿道的球部相对比较宽 它狭窄起来 后果不会很严重 而且呢 也比较往外 靠体壁一点 处理起来相对容易 但是呢 后尿道的损伤的话呢 你一个是 位置比较深 你要处理尿道狭窄的话 比较困难 第二个的话呢 有时候它如果是合并这个肠肉 就更难处理了 这个就是他们的鉴别要点 好 谢谢大家